加州 三分之一加州人是低薪工人 根據柏克萊加大最新的調查報告顯示 加州的繁榮經濟沒有比加州人帶來更高的收入 大約490萬加州人正在為低廉工資而工作 佔總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 這個數字比兩年前的30%有所上升 商店、餐館、幼兒中心和農場 在加州大部分低收入工人在業的地方 他們的收入實際上比40年前的收入還要少 由於通貨膨脹 加州工薪階層收入最低的10% 每小時的薪金下降超過1元 其他低收入工人的薪金亦停滯不前 然而另一方面 最高收入的加州人時薪增加25元達到50% 加州的低工資收入者並非全都是年輕人 他們的平均年齡是36歲 當中75%低收入者是拉美裔 其次是白人24% 亞裔11% 而非裔佔7% 當中42分 接近一半有自己的小朋友 而在亞裔的低薪工人當中 有三分之二是女性 根據柏克萊加大勞動力中心 要視Berkeley Labor Center的定義 每小時薪金低於14.35元 被視為低薪工人 天下衛視記者 吳溫宇報導